各位同心请尽快就座 我们要开始准备上课了 谢谢 上课前再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机 看没有关机或关振动 再麻烦一下 各位同心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这节课是由我们的嘉义俊 郡守张英文张老师带来演讲 请大家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谢 各位国际班的学员 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这些学员 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首先先向我介绍一下 我是由嘉义军来的 我是嘉义军的军手 我是初期班55期 国际班14期 军手科区第一次通过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谢谢 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们这个法律的概念 我们投法律 常常在这个 现在看 现在中央民国这个系统里面 看起来有一些 怪怪的 对无声的起来 这个时候 如果我用法律的概念 来看 你发现说 你看着不一样的随时 你看着不一样的随时 待会我们的 我们的 PowerPoint里面 大家就都围绕在这个概念里面 修正就是说 我们来台湾民政府 上这些国际班的困练 还是初级班的困练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 我们希望的就是 台湾的国际地位可以正常化 请教一下 如果说 你如果是说 我就来 来这上课后 就有班可以做 你的目的 如果是只要做班 这样可能 你的方向可能会刷不中 但是你的目的 如果是要让台湾国际地位 正常化 做班这件事 就是结果而已 是结果 不是你的目标 是结果 其实这些概念 要先跟大家问一下 我们要开车 也要骑自车 对不对 你感觉 想怎么车 要有刹车 想怎么车要有刹车 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你有时刻 你感觉怎么样 保安全 好 再来 不是 到目的地要下车 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看法 不要太冲 不要太冲 比较慢就对了 我让大家的概念是这样 我们车 有冬 是要让我们开更快 这个概念 大家有认识吗 因为你如果没冬 你感觉开快 你绝对开不快 对不对 因为你怎么 你反而说 我待会怎么停 对不对 开车有冬 是要让你开更快 我们来了解 台湾民政府 最终极的目的 就是要让台湾的国势地位 可以进行化 至于要怎么进行化 我们当然要先去了解 说 哎 到底 台湾现在的地位 是要来改税 对不对 先认识他 先认识他 来 这有一些 这有一些概念 我先跟大家用一个故事 来做一个说明 这是事实上 跟法律上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那我今天用这一个故事 他是我爸爸 这个故事 来跟大家 引起大家的思考 思考说 到底法律上 跟事实上 这两个概念 在我们用来套在中华民国 或者套在台湾的 这个国际地位上的解释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作用 来看 第一个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人物 有一个单身的老王 单身老王 就知道 应该就是 没有太太 没有子女 另外一个叫陈小明 那陈小明他有他的家人 这是他爸爸 陈父陈母还有陈弟 包含他还有另外三个家人 那这个人物 大概有概念 先进起来一下 好 好 我现在开始 开始用 开始讲 好 故事是这样子的 老王车祸身故 然后法医来验尸 大概想像那个场景 法医来验尸 那这个突然之间 陈小明就到场 就说 那个身故的死者 是他的爸爸 这个时候你就 你看到这个故事 跟刚刚那些人物 突然会觉得 奇怪 陈小明他不是有爸爸吗 这个死掉的老王 他怎么跑来说 这是他爸爸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来看 那小王为什么 陈小明他为什么 很在意说 那个是他爸爸 他要取得一种身份 对不对 那种身份 附带过来的就是一些权利 比如说老王已经身故了 那他一定身边有遗产 对不对 然后老王身故 因为车祸身故了 那有一笔损害赔偿金 他这个遗俗 可以来请求 对不对 基本上有这个概念 好 但是陈小明 在法医见师的当下 说他是我爸爸 那请问你 这两个权利 陈小明 可以主张吗 不行 那陈小明要怎么证明 他是 老王是他的爸爸 蛤 身份证 但是他的身份证上面 他的爸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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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陈啊 不是姓王啊 要有领阳手续 那陈小明他也很懂啊 他说去马上去做DNA的鉴定 那DNA鉴定出来的结果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 有一等血亲的关系 那请问你 到他 他验DNA 到他验DNA 确定之后 请问 他这两个权力 陈小明可不可以主张 可以吗 可以的举手 对 对 就是这个概念 当 我刚刚讲到 他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一等血亲的亲属关系 跟老王有一等血亲的关系的时候 在这个当下 他在法律上 有没有是老王的 那个亲生子女的 这个法律上的关系 还没 对不对 还没有发生嘛 那所以 事实上 从我们一般的概念 事实上 小王已经有老王的 小明已经有老王的一等血亲 可是他亲 就是他儿子的那个血缘上的证明了嘛 这是事实上 对不对 但是在法律上 那 陈小明 他还是不是老王的儿子 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概念 就是说 就是讲 法律上 跟事实上 其实是程度上是不一样的 只有你在法律上 也是 只有陈小明 在法律上 也是老王的儿子 这个时候 那 陈小明 他才可以主张 老王的遗产 还有 老王因为车祸 身故 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嘛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 过去 陈小明 他的身份姓什么 他姓陈嘛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他打算 怎么样 他不想要姓陈的 对不对 那未来呢 他要透过一些法律的程序 来证明 他是老王的儿子嘛 所以他就要去打一些诉讼 去告一些诉讼 去确定 老王是他的 他的爸爸 然后他要跟原来的家庭 要把他 要脱离关系嘛 要脱离关系嘛 要不然在法律上 他还是 成家的孩子 他对老王的那些权利 他都没有办法主张 所以未来呢 他只要一旦他 确定了 在法律上 他是老王的儿子 那 刚刚的那两个权利 比如说遗产 还有老王的 这个车祸的損耐赔偿的请求权 他就可以取得了 他就可以取得 所以这个是个概念 好 所以说 刚刚已经有讲过了 陈晓明的身份 在事实上 跟法律上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而且 类似啦 对不对 类似啊 所以同样的道理 拿来我们 台湾民政府 在 解释 台湾国际地位 或台湾的现状 的这件事情 你也应该要有 要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思维 来判断 来解释 台湾的地位 来 那台湾的国际地位的现状 一样也存在着 事实上 跟法律上的问题 那 一般来讲 在 英文的用字上面 事实上 他叫做 de facto 然后法律上 他叫de facto 他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来 这一个 给大家参考一下 英国的代理外相 叫做 Kenneth Young Younger 他在1950年的7月26号 他在一个信函里面 有提到说 有提到说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have recognized de jure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这个 英国的政府 已经在法律上 承认 the chines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is the legitimate government of china 已经承认 中国的 中央的人民政府 是中国的 合法政府 对不对 在法律上 他已经做这样子承认了 但是你想想看 1950年 1950年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他有没有被其他国家 承认为是一个主权国家 还有 至少美国都还承认他 对不对 都还承认他 但是英国已经承认 中国大陆上面的那一个 中央政府 人民中央政府 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然后 他后面有一句话 FOMOSA 有没有 在法律上 Japanese territory 还是日本的领土 有没有 And there is no government of FOMOSA as such 就是说 福尔摩沙这块岛上面 有没有合法的政府 有没有代表福尔摩沙的人 的政府 没有 在1950年 所以他这一个 他这一个说明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在1950年那个当下 台湾 事实上 有一个管辖的政府 是哪个政府 1950年 1949年 1949年 1949年10月1号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那1949年的12月份 中华民国 就流亡到台湾来 然后台湾 在那当下 是被中华民国 那个政府 就是蒋介石政府 所管辖 所以你会发现 事实上有一个政府 在管辖 福尔摩沙 就管辖台湾人 但是法律上 有没有 英国政府 他并不承认 福尔摩沙岛上面 有合法的政府 所以你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概念 军 中华民国 他来台湾 其实他是代替美国 做 军事占领 对不对 他是一个外来的 军事占领的 一个外国 外国的国家的一个政府 来这边做军事占领 但是实际上 台湾 福尔摩沙本身 他自己的政府 并没有成立 从这里就看得到 从这里就看得到 好 再看一个 二次世界大战的联军 太平洋战区 最高统帅 麦克阿瑟将军 他在 1951年的5月5号 在美国的国会 做听证会的时候 他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说法 Legalistically FOMOSA is still a part of the Empire of Japan 你看麦克阿瑟将军 他自己也讲 在法律上来讲 福尔摩沙 仍然是 Empire of Japan 日本帝国的一部分 有没有 这是1951年 1951年 所以1951年那个时候 中和民国其实都已经在台湾管辖了 但是 台湾是不是中和民国的一部分 不是 不是喔 不是喔 他只是管协而已 还不是他的 不是他的喔 现在也不是他的 就是这个概念 好 来 那现在 现在 这个现况喔 我们再稍微把它 讲一下 在外面听的 不太一样的概念 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汽车为什么要有刹车 很多人是说为了安全啊 怎样 但是另外一个思维 是为了开更快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一样的道理 台湾 很多人都在解释台湾的 现在现状 但是那个现状的解释 往往到目前为止 都行不通 也没有办法让台湾可以走得过去 走得出去喔 第一个 中华民国没有台湾的主权 那请问一下 台湾人有没有 一样还是没有 台湾人还是没有 那中华民国不是主权独立国家 那请问你 台湾是不是 也不是 但是你在外面常常听到 他听到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中华民国拥有台湾 常常在外面听到这些 然后又有人讲说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有没有 但是那些说法呢 正不正确 都不正确 再来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台湾的领土范围 就是福尔摩沙群岛 就是现在的台湾 跟他的周边的群 附属的周边群岛 还有澎湖群岛 那现存的中华民国的领土 他还有他的残余的领土 就剩下金门跟马祖 金门马祖 不是台湾的领土 他跟台湾是没有关系的 对台湾来讲 那是一个外国的领土 那在外国就对了 对台湾来说 金门马祖是外国 那中华民国政府是不是代表 本土台湾人的政府呢 不是 也不是 所谓的本土 本土台湾人的政府 是要由本土台湾人 所组成的政府 然后这个政府 是专门为 本土台湾人的利益 来努力的一个政府 那你想想看 中华民国的政府 他们那些高官 你仔细把它数一下 有没有本土台湾人 几乎没有 大部分都是什么人 对 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你看看他们的政策实施 对中国人比较好 还是对台湾人比较好 都是对中国人比较好 所以本质上你就应该知道 中华民国这个政府 它其实是中国人组成的政府 它会照顾谁的利益 它一定是照顾中国人的利益 所以不会照顾台湾人的利益 所以你要叫它对你多好 有没有可能 本质上是不可能的 本质上是不可能 再来本土台湾人 People of Taiwan 不是Chinese 不是中国人 不是Chinese 看字就知道嘛 对不对 一个是台湾 一个是Chinese 这是不一样的 再来 持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可不可以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 可以吗 那一张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法律证件 可不可以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 蛤 不行嘛 对不对 因为上面 人家说抓头抓尾 有谁你是台湾人 没有啊 对不对 再来 中华民国来台湾 它的 它是什么意义 第一个 它是带领美国军事占领 再加上它是流亡 它是一个流亡政府 那流亡政府 外国 外国在国际上 对于这个流亡政府 在台湾的称呼 都怎么称呼它 Chinese Taipei 就是Chinese Taipei 所以 这里大概知道 为什么叫Chinese Taipei 来 台湾海峡的 两岸的中国人都主张统一 请问你 本土台湾人要不要反对 蛤 要反对吗 不要反对 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两岸的中国人 刚刚不是讲吗 中国的残与领土 剩下金门跟马祖嘛 对不对 那是中国的领土啊 他们要统一 那我们本土台湾人 需要反对吗 不需要嘛 不需要反对 我们不需要反对 我们对啊 我们对他是外人嘛 没有错啊 人家一家和乐 要家人团聚 我们这个外人 还去给人家破坏 破坏人家的统一 这样在道德上 讲得过去吗 应该讲不过去嘛 对不对 就法律上 我们也应该要 赞成他们统一才对啊 这样理解 好 中华民国已经没有 流亡台湾的正当性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主张和平统一了 已经不武力相向了 再来一个 中华民国这一边 他自己也终止动员勘乱 对不对 他不再视为 对岸的那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他是一个 对抗的叛乱组织了嘛 再来一个 他们又签了一个ECFA 就签了一个ECFA 那我请问大家 ECFA签下去 有人说 在台湾要把他 中止掉 要把他挡掉 不要让他实施 那我请问你 ECFA现在有没有生效 蛤 有啦 ECFA已经生效了 那我再请问你 我们一般 我们一般在 在民事上 跟人家做买卖 比如说做汽车买卖 我们是不是买卖的时候 都有签一个什么 合约嘛 对不对 那请教一下 那合约签署的 是不是有一个当事人 两个当事人嘛 一个要买 一个要卖 对不对 那一定会有一个当事人 两个当事人 那这个时候 请问你 ECFA的当事人是谁 签约的当事人是谁 你去看他那个本文 我再说一遍 抓头抓尾 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没有中华民国 也没有台湾 你去看他那个本文 ECFA签的本文 ECFA它其实是两个民间机构 一个叫海机会 一个叫海协会 他们两个签的 这两个机构 都是什么人的机构 中国人的机构 对不对 这中国人的机构 所以这个ECFA的问题 要让他不要在台湾产生影响 最快速的方法是怎么样 对对对 这样要赶快离开就好了 对不对 因为是他们中国人签的 他之所以会来影响到我们 是因为中华民国还在管辖我们 所以他才会对我们产生影响 他不可能说 今天ECFA签力签 是适用台湾 这边住的中国人 不适用住在台湾的台湾人 这样子他怎么管辖 这是一个概念 好 再来 统一的中国 就没有占领台湾的正当性了 因为中华民国就要离开 他们如果统一的话 中华民国势必怎么样 应该是消灭 他应该是势必是消灭 其实他本质上也已经是消灭 就法律上来讲 他早就消灭了 那如果 如果 如果统一了 他还留在台湾统治 那会变成一个现象 会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占领台湾 那这个没有法律的基础 这个没有法律的基础 好 再来 恢复台湾国际的 正常的国际地位 美国要来亲自执行军事占领 然后要指定 本土台湾人的民政府 来治理台湾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由本土台湾人所组成的政府 就目前在这个当下 法律上应该就只有民政府 这个形态才是正确的政府组织 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反对入联公投 我们来点一下这段影片 大家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星期一的时候 美国国务院负责 中国事务和台海问题的第一 副国务卿内阁罗彭克 接受了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 他指出说 推动以台湾名义 加入联合国的公投 是一项错误 美国也将此举 视为台湾宣布独立的一步 Mr. Secretary for speaking today with Phoenix Television regarding the lates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aiwan In Jiu the State Department indicated that the U.S. opposes Taiwan holding the referendum on whether to apply for membership in the UN under the name Taiwan 提提提一下 川普 准央的提供 也会提出共同的提供 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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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的提供 也会提出共同的提供 所以政府会今次 美国的提供 法 提供 提供 提供提供 提供的提供 提供 提供 而我首先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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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不太好友善 比美国的美国 We strongly support Taiwan's democracy, we support their economy, we're very impressed by their vibrant economy, and we're also, as you know, committed to the defense of Taiwan through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So when we talk about the situation in regard to Taiwan, we talk about Taiwan in the context of a great friendship. But when it comes to this issue of a referendum as to whether or not Taiwan join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name of Taiwan, we do have great concerns. We oppose the notion of that kind of a referendum because we see that as a step towards the the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aiwan towards an alteration of the status quo. And,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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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ituation that people have to do with Taiwan's now is that this will change the situation? Why would the NATO will change the situation? Then, uh... 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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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h... 而且台湾要改变现状 是要用中华民国这个体制来改变吗 可以吗 不行啊 对不对 那当然你要先去确定一下 那到底现状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来这边上课 去要去理解要知道的 的那个内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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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那国民党也不可以走啊 国民党不可以走啊 国民党不可以走啊 我刚刚已经讲过 他们已经没有留在台湾的正当性了 他们本质上是来台湾流亡的 我们等一下跟你分析一下 就逐渐可以解开你的谜底 你的疑问 来 往下看 现状为何不能改变 现状不能改变 当然你要先去解释定义 现状是什么 你才能够知道说 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子讲 那我再请教你 那台湾民政府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 是不是改变现状 其实是恢复原状 对不对 是恢复原状 现状是一个假象 懂吗 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件事情是假的 是假议题 我们被假议题 笼罩在我们的身上 结果我们都认为 正议题要浮现的时候 我们反而去害怕它 来 这个 用这个来举例 克里米亚 他做一个独立公投 要脱离乌克兰 在还没有公投之前 德国总理梅克尔 他就发表言论说 克里米亚的公投不合法 不合法 那他不合什么法 不符合国际法 也不符合乌克兰本身的宪法 所以德国是反对的 再来 那到最后 克里米亚他有没有举行独立公投 他独立了 然后就加入俄罗斯 对不对 有没有 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有啊 这件事情有做啊 独立公投 他有投啊 但是 但是他投了之后 世界各国 对他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拿这个联合国大会的表决 决议案 来给他大家来看 这个决议案 11493这个决议案 他联合国的大会 这边 General Assembly Adopt Resolution Calling upon States Not to Recognize Changes in Status of Kremia Region 他要求会员国不要承认 克里米亚的这个现状的改变 要求会员国不要承认哦 他已经投了哦 加上不要承认 那这个投票的结果是什么 114个国家投票赞成 11个国家投反对票 那有58个 投弃权 投弃权 那这个 乌克兰 他 他这个克里米亚 独立公投 然后加入俄罗斯这件事情 有没有被世界各国 承认 不承认 因为他不合法 所以不会承认 这是 这个公投 即使他已经投了 也不会被承认 他要符合国际法上的规范 至少 他要离开之前 他应该跟乌克兰的政府要谈好 让乌克兰政府同意他离开 他才可以去投那个公投 概念上是这样子 他就给我 克里米亚都没有做这件事情 乌克兰本身的中央政府也是反对 但是他投了就没有用 没有用 再来 刚刚讲 现状 为什么不能改变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主张要改变 包括 美国总统欧巴马 他的竞选口号里面 就是change 对不对 然后这是他的话 这蛮经典的话 change will not come if we wait for some other person or some other time 改变是不会到来的 如果我们只是要等着别人 别人帮我们改变 或是等着某一段时间 时间到了 再来改变 那改变这件事情会不会来 不会来 所以改变要由谁来做起 我们自己来做起 我们要改变台湾的现状 就要先去深入了解 台湾的法理地位 你才能够在法理地位上 找到对台湾有利 而且合法的出入 那这个现状是改变了 那个假的现状 我们是要回复原来 真实的法律上的面貌 所以改变是这个意思 那 We are the one we've been waiting for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要 别人要找的那一个人 别人要 要期待别人改变 那我们就是 被期待的那个人 We are the change that we seek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改变的 人家要找的 改变的本身的那一个人 所以在座各位都是 在座各位都是 那改变最基本的 简单的个人的改变 那从什么 哪一件事情开始做起 对 办理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你要先确定你自己的身份 这就是最大的基本的改变 要从这件事情来做起 来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Apple的那一个 Today we celebrate the first glorious anniversary of the information purification of victims We have crea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all history a garden of pure ideology where each worker may bloom secure from the pests of their contributing force i ever been what vigor we are we on earth we are one people we are one people we are one will one resolve one cause our enemies shall talk themselves to death and we will weary them with their own conviction We shall prevail 这个广告有没有看过的 看过了举手 有看过 这个广告就是 Apple电脑 1984年他推出麦金塔电脑 他这个影片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萤幕 一个人在那边讲 什么什么都是妥当的 什么标准都是好了 都设定好了 每个人就坐在那边排排坐 一点颜色都没有 面目表情 你如果把它想象一下 那个大萤幕那个老大 像不像现在的国民党 中华民国的体制 他都跟你说什么 那些观众面无表情 嘴巴张开看看看看 一直看着萤幕 这就是洗脑 洗脑教育 69年来 台湾人被 中华民国这个体制 一直在洗脑 洗脑到时候只有看到那个假象 然后当有一位年轻的小姐 很健壮很健美的小姐 穿着白白色的上衣 红色的短裤 有没有很像这个 有没有很像这个颜色 有没有很像这个颜色 拿着一个铁锤 把丢到萤幕上面去 就打破了那个谎言 对不对 打破那个谎言 其实这个Apple的电脑 它出来的时候 它其实它要挑战的是谁 它是要挑战的是IBM 因为Apple那希望 使用电脑是要普及化 每个人名都可以使用 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电脑的技能 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改变整个世界 就不会再受到那些大公司的控制 那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我们台湾民政府 就是那位小姐 我们挥出丢出法理的铁锤 有没有 然后打破这个中华民国的谎言 这就是这个影片 给大家参考一下 来 然后这贾博士 贾博士 但是它有一个很有名的讲话 就是这样子 Being the richest man in the cemetery doesn't matter to me 什么意思 做一个在坟墓里面的有钱人 我不在意 很有钱到去死 很有钱 这有钱 但是最后是在坟墓里面很有钱 这件事情 对贾博士来讲 他不是很care 这个不是他要的 他不是要当有钱人 也不是要当有钱人到那个时候 埋到坟墓里面 还那么有钱 这不是他要的 但是他要的是什么 Going to bed at night saying we've done something wonderful that's what matters to me that's what matters to me 所以他要的是什么 在睡觉的时候 可以自己讲说 我已经做了一些 很美妙 很棒的事情 这才是他一生追求的事情 一样 我们来台湾民政府 来这边上法理的课程 你回家睡觉的时候 你也可以很骄傲的告诉自己 我今天做了一件非常wonderful的事情 来互相勉励 来 再来 那你来看一看 你到底是哪一种人 对于台湾民政府这个法理概念 还有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的现状 你的理解 你的接受度 到底如何 你是哪一种人 哪一类型的人 来 在这个图就是 一般行销里面的 叫做创新扩散理论 创新扩散理论 他这个理论里面 把一般的社会上的人 分成这几种类型 像这个极少数的 占总人口的百分之2.5 这叫做创新者 那套一句 秘书长对于大家所说的 就是什么 我们是革命先行者 对 我们就是革命的先行者 我们是在这个社会里面 是占很少数的人 是占很少数的人 这是革命先行者 那另外有一批人 叫做早期采用者 这个这些人口 在占总人口里面 大概只有13.5% 那后面这个叫做早期多数 早期多数 那后面这个 叫做后期多数 最后有16%的人 叫做落后者 这落后者 那就是什么 你去跟他讲法理 跟他讲台湾 他都不会听 他都不会听 他只过他自己的 来我们来看看这些人有什么差别 创新者也就是我们各位 各位是革命先行者 那你们都有一种特质 叫做挑战现况 而且是勇于创新 勇于创新 所以法理这个概念 你们很容易就知道了 很容易就可以知道这个概念 很容易就让你采取行动 来这边上课 所以各位是革命先行者 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 是一种创新者 另外一种就是早期采用者 早期采用者 他是这种人 比较能够快速理解新观念 而且可以容忍不完美 这些人也都会留在台湾民政府里面 自己来奔波劳累 但是自己都不会 自己都不会说苦 就很愿意付出 可以忍受不完美 另外一种叫早期采用者 这些人可以接受新观念 但是他的想法比较务实 所以这些人可能还裹足不前 你可能有跟他讲过了 但是他在犹豫 他觉得你说的都有道理 但是你请他来 请他来上课 他就开始衡量了 他就开始衡量了 另外一种叫后期多数 这种人用一句简单的话 叫做死鬼挖大便的人 他是要看到 屈性差不多 他才愿意站过来 这种叫后期多数者 另外一种叫落后者 这个就是知道 那个旗子 中华民国那只车轮旗 已经被拿下来了 他才知道 好管来 这是落后者 所以我们要去 宣传台湾民政府 这些台湾法理地位的概念 你们要找到 要尽量找这些人 尽量要找这些人 这些人多了 这些人就会逐渐跟过来 就会逐渐跟过来 那比喻这种人 比喻这种人 大家现在是不是都有在使用 那个智慧型手机 但是智慧型手机刚出来的时候 有些人 他会去排队买iPhone3 他会去排队 但是大概隔天或隔两天 或一个礼拜之后 iPhone3就可以买得到 但是那些人为什么要去排队 他就是创新者 他认为他去排队 对他来讲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落后者 我比喻一下 我们是不是以前都拿那个有按键的 有按键的手机那种 落后者就是说 他已经在市面上找不到按键的手机了 他才会用智慧型手机 这就是落后者的差别 了解 比喻这个概念 再来 我们来看一看 底下这个段新闻 你看到你是高兴 还是愤怒 来 这一个 这个就是赖清德 台湾市长赖清德去访问中国的时候 然后他有讲到说 台湾前途有两千三百万的台湾人决定 然后没多久 这个国台办 他的例行记者会发言人范立清 他就讲了这一段话 范立清强调 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 必须有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决定 看到这段新闻 当时你看到这段新闻 你很高兴的举手 一个 你很生气的举手 大部分都是很生气的 但是 我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你是看到 真相高兴 还是你是看到 假 你是相信假相 再愤怒 来 再给你看这个 结果我们的媒体记者 根据刚刚那段话里面 就开始声出说 台湾前途由中国决定 这个标题 有没有 但是你刚刚看那一段 那一段这一段里面 任何涉及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 必须有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这句话有没有什么错误 有没有错误 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性 当然是他们中国 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没错 对啊 问题就出在这几个字 台湾同胞 有没有 那我请问你 台湾同胞 他们中国 中国的国台办发言人说 台湾同胞指的是台湾人 还是中国人 中国人 所以你看到这句话 你应该高兴还是生气 现在应该要高兴了吧 现在应该要高兴了 然后来 我们的媒体就声出这句话 台湾前途中国决定 但是你刚刚看那 刚刚看那个新闻稿里面 有没有这个意涵 没有啊 没有这个意涵 但是 最后他还是被逼得没办法 他去发表一个言论 他就说政府一向坚持 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 由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 共同决定台湾的未来 你看到这句话 你是要生气 还是要高兴 愤怒也好 高兴也好 但是你要总要有理由 你愤怒的理由是什么 但是你要高兴的理由是什么 高兴的理由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举个例 美国总统欧巴马 他会不会说 这个阿拉斯加的未来 有阿拉斯加的人民决定 会不会 不会嘛 为什么中华民国马英九 所谓中华民国马英九总统 他会说 台湾的未来 由台湾人决定 你在比较我刚刚讲的 美国总统欧巴马 会不会讲 阿拉斯加州的未来 由阿拉斯加的人民决定 会不会这样讲 不会嘛 为什么 对啊 他是他的领土的一部分 他为什么还要再讲 不需要嘛 那他讲这 马英九讲这句话的时候 台湾的前途由未来 由台湾成民决定 这个意涵里面的本身是什么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嘛 对不对 他已经泄露天机了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要看到这句话 你高兴的点是在哪里 应该要高兴的点是在 马英九他已经承证 台湾不属于中华民国嘛 对不对 看得出来这属性了 法律法律的事实已经产生出来了 但是我们如果持续使用中华民国这个体制的话 你可能会面临到什么状况 根据他们使用的中华民国宪法 他们拿来台湾使用 在他们中国大陆有没有使用过 没有使用过 他拿来这边用 拿来这边用的时候 后来又不合用嘛 对不对 然后他们是不是就开始去改 然后在2005年的6月10号 他们修正中华民国征修条文 但是他有一个前沿 他不动宪法的本文 他做一个征修条文 但是他做征修条文的时候 他还要特别惯这句话 因应国家统一权的需要 那我请问你 你如果拿着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拿着中华民国的护照 你最后会怎么样 你会变成中国人 你会跟他们统一 对不对 你会跟他们统一 再来 马英九刚刚那个说法 是不是隐含了 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对不对 来 那你注意看 他们的中华民国宪法第四条 中华民国的领土 依其固有的疆域 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 不得变更之 我请教各位 中华民国有没有开过国民大会 变更过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 有没有 没有啊 那我请问你 变更领土 领土的减少是不是变更 领土的增加是不是变更 对啊都是嘛 台湾本来是大日本帝国的领土 但是他现在一直都说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那请问你 中华民国有没有开过国民大会 然后变更他们的领土范围 把台湾纳入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 有没有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相不相信 中华民国还有台湾 台湾本土的领土主权 你应该非常肯定的说没有嘛 对不对 来 给大家看一下 1936年他们中华民国 要准备起草这个他们的中华民国宪法的时候 他们有提到他们的领土范围 中华民国领土为江苏浙江安徽 为了慎重起见 我念给大家听 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西川西康 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 青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叉尔 虽远宁夏新疆蒙古西藏等固寿之江湾 请问刚刚有听到我讲台湾本土的举手 没有听到举手 都没有嘛对不对 所以东华民国的固有将预 有没有台湾碰舞 没有嘛对不对 这是很清楚的事实 就不用辩驳 这只是原本的事实 金白马祖在福建 金白马祖是在福建省 是他们的 金白马祖是福建省 好 OK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了 OK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里 等一下再跟大家继续 好谢谢 那各位同学 下课休息十分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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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